罗利塔明格不好从小被无视。 全家出国只留纸条通知。 罗利塔明格不好从小被无视。 图中天提供。 2018年4月19日。 艺人罗利塔近日在中天节目《马来天后传》, 与其他艺人大聊家中排行决定你的地位。 你排行老几? 收族吐槽大会开打主题。 她是家中老妈, 有一个大四岁的子子, 但从小妈妈最疼子子, 身为老妈的她完全不受宠。 有一年除夕她早上起床, 发现妈妈和子子不在, 只在客厅留一张字条。 好,我们都出国罗, 乃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 让她相当傻眼。 罗利塔好气又好笑地说, 我那时候读高中, 想说出国玩可能三天二夜而已。 结果他们去了十几天才回来, 过年夜。 我就一个人在家。 她还透露自己明明就住在家里, 妈妈却不找她参加家族聚会, 直到看见脸书打卡, 她才知道妈妈、子子和外婆有聚会, 让她傻眼到不行。 她还分享妈妈很迷信算命, 怀她的时候算命时直言, 这小孩敏格不好, 最好不要生。 要不是周遭亲友劝说, 她可能不会出生到这世上。 妈妈, 子子出国去玩, 罗利塔只收到纸条通知。 图中天提供。 2018年4月19日。 罗利塔表示, 我生下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太喜欢我, 结果我出生没多久她和爸爸就离婚。 她开玩笑说, 妈妈可能觉得我命格代赛, 所以偏心子子。 她提及从小到大认真念书, 子子常在学校惹事, 最后却是子子出国念书, 我很想要出国拼命念书。 妈妈却说子子不送出国会完蛋, 所以送她出国。 罗利塔还有一次去邻居家玩, 她们一群小孩在弹簧床上弹跳玩耍, 子子开心尖叫, 结果妈妈冲进来呼她巴掌, 大骂, 绝对是奶尖叫。 子子当下承认是她, 妈妈却只说, 那小声一点。 。 态度差超多, 让她很傻眼。 。 不过现在她和妈妈关系又变好, 妈妈也说当初不该听算命乱说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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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